您所见现在我桌面上摆放的就是INSTA 360刚刚发布的一个全新的 我认为也是对全景相机这个行业会产生一些革命性影响的配件 就是叫Power Selfie Stick 叫充电遥控自拍杆 我们知道INSTA 360的最初就是最早提出叫隐形自拍杆的厂家就是INSTA 360 那么当时那个隐形自拍杆1.2米的这个长度 可以说成为了这个业内的一个非常大的爆点 就是插上那个杆接上全新相机可以实现完全隐形 但这个隐形自拍杆的这个未来在哪里 它将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个人觉得这次INSTA 360给出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这个答卷 它就告诉大家将来的Invisible Selfie Stick完全隐形自拍杆 它不仅可以隐形还可以充电还可以遥控 并且还可以非常的便携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给大家讲的这个叫Power Selfie Stick Power Selfie Stick从包装上去看的话 这是经典的这个红黑底色 带一个自拍杆的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呢大家一看就很明显了 下面是这个有遥控器 遥控器的部分 上面是杆子的部分 然后这中间呢这很像是一个快拆的结构 但是它是一个手拧螺丝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去调节节控的方向 并且若隐若现呢好像在两侧 还有USB Type-C的接口 不过说明书今天呢不给大家念了 因为我会边讲边聊这个产品它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它有哪些读到的这个玩法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大家就把整个的这个说明书啊 就已经以一个非常至关的方式呢 就已经领悟到了 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好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长度和重量的对比啊 那么这是这个叫充电的Power Invisible Selfie Stick 这个是Instagram 30经典的那些自拍杆 肯定明显的是这个经典的这个自拍杆会更轻一些 它会更重一些 因为它毕竟内置了一个锂电池 首先我们来看重量 那现在的这个引擎原来的经典的1.2米的自拍杆 它的重量是170克 它的重量是273克 可以说比原来那个重量100克 那除此之外呢 咱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长度的对比啊 因为如果你要聊这个自拍杆 你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涉及到和经典的这个自拍杆的对比 那这块咱们今天就好好的给大家就认真的就比较比较 那从长度上来看的话 大家这个长度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带遥控和供电工程的这个自拍杆 大概长了有2.5厘米左右 大概大致估算了一下 可能不是特别准 大致是个意思 然后呢 在这个整个的自拍杆的材质 包括这个管径上 大家保持完全一致的 最粗管径 最细管径 都是一致的 包括拉开这个段路的数量 也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次的那个握柄的这个材质 原来是这个叫十字交叉的 这个是有粗的 有细的纹理 这是握持这个标志性的这个设计 硅胶 那这次呢 是一个完全的很厚的硅胶的材质 而且是哑光的 那么这次呢 他把这整个遥控的部分呢 做在这里面 而且这还是可以拉开 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从物理尺寸上去对比的话 我们来发现就是 1.2米的自拍杆会比它要略长一些 我们来看1.2米的是全形磷尔设计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加上这个第五段 一共是五段式设计 加起来一共是1.2米 而这次这个充电遥控自拍杆 它是这个阻尼铝管的这个设计 直接拉就行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实际上它这个是六段式的设计 它比1.2米平自拍杆要多了一个长度 这个就是用阻尼铝管相比 与偏心铝管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在单位的尺寸下 容纳更多的管径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把长度做得更长 现在咱们把自拍杆的后面对齐 我们去比前面的长度的差别 我发现这是完全伸长之后 我们把底部对齐之后 前面的差别 大致的二者是相差了 应该是在11到12个厘米之间 所以原来这个是1.2米 这个应该就是109个厘米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咱们来看看一些细节设计 如果我们看底部的话 二者的底部设计是一样的 四分之六色孔 并且是铝键做了加强 但是新版的自拍杆底部 它有了一个全新的标志 这里面有一些 它的容量 16.2瓦时 16.2瓦时 16.2除以3.7 就得到了 它的内部的电芯容量 是4500毫安时 如果是4500毫安时 大家第一印象反映出来的 应该就是一个21700的电芯 因为21700的离电芯 它这个管径和类似 长度比较短 就可以让整个的组音旅馆 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长的一个长度 同时我们知道 一旦它是一个充电式的 自拍杆的话 它里面不光有电芯 它还有一些充放电 包括保护电路 所以加起来至少会占到 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这么长一个距离 如果用18650的话 就比较极限 就放不下了 那21700电芯 它整体的是比较粗 能量密度也比较高 就是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用的就是21700的离电芯 这样的话 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距离 去放电芯 然后上面去放这些电路板 电路板再往上 还有一些延展的弹簧 弹簧柔性的导线 就让整个的管车拉开之后 即使是拉到1米的长度之后 这些遥控器 同样还可以通过 USB Type-C线空的方式 去对Insta360的1R 1RS和1X2 进行控制 所以这里面设计 可以说借鉴了行业里面的一些 非常精彩的设计 但是成为一个极大成者 并且在全景相机里面 再一次惊人的 做到了完整的隐形 所以就是21700 李电芯 4500mAh 上面是充放电电路 这个充放电路 侧边是Type-C 是可以给它充电的 它的充电的功率 是能够实测 能够达到5V2A的水平 10W的空 10W的输入 这个应该说 对于全景相机来说 OK 够用 没有问题 但是它如果在一个充电宝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水平 然后上面这块的话 上面这块 大家第一感觉看的话 可能以为它是一个蓝牙遥控器 可以拿掉的 实际上并不是 它是一个有线的遥控器 这有线遥控器含两个信号 第一个是开关机 第二个是录制键 第三个按键的话 它这上面有三个LED 你单击一下 可以看到当前的声音电量 你比如说三个灯全亮的话 就代表当前电量大于70%的 那么以此类推 有两个灯 一个灯 还有一个灯在闪数 或者一个灯都不闪 这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电量的声音指示 我个人建议大家每次出门前 尽量打三个灯全亮 这个时候对你的拍摄是最有保障的 然后这个开关机键和拍摄键 开关机可以远程控制相机的开关机 录制键就是直接开始录制 或者是拍照 这里面的设计有一个小金丝 就是它怎么去实现 我在一米多的长度内 这个杆子操控体验 基本没变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一个线空 那这根导线难道不过要被拉扯断吗 这里面就是采用了一个 叫做弹簧式导线的设计 它里面就是这种线 但是它会比这个线要细的多 这种弹簧式导线 它整体你可以看到 可以完美的藏匿在 就是最细的这个管径里面 最细的管径 但是它里面用的这个线会很细 而且弹簧整个的缠绕的紧固程度 会比它更紧一些 在这样一个导线 那么我们拉出的时候 同时会把这个线给拉扯起来 看到了吗 拉扯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在一米的长度内 就实现它这个信号的传输了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这样一个结构设计 一个圆圈绕了一个弹簧线 然后这个弹簧线到上面一分为二 这是就说到顶部这个很精彩的设计了 顶部这个结构 它从侧边看的话非常的窄小 因为它对于全景相机来说 依然是一个完全隐藏的状态 并且它底部这个螺丝 也尽可能用了很小的设计 在这两侧结构做了这个挖空和导角 就是为了再不突出 看到吗 基本不突出 基本不突出 侧边的前提下 就让咱们可以以手拧的方式 去固定全景相机 比如说Instagram 301X2 就这样就可以固定 另外注意用之前大家注意把上面这个保护套给它摘掉 装上去就行了 那如果Instagram 301X2能做完成隐形的话 那1R和1Rs一定是可以做到 因为1X2是Instagram 301出的最薄的 双目的全景相机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从侧边看完美隐形 那这个就不用给大家实拍了 这一定是完美隐形的 你从这边一看也能看出来 非常非常的窄 而且Instagram 301X2它底部 因为没有这个电器接口 所以也不会遮挡充电 同时这个上面的一左一右 看到没 各有一个USB Type-C 这个Type-C的作用 一方面是给相机进行充电 充电功率可以达到5V 1.5A 就是7.5W 应该就是典型的DCP 1.5A的协议 另外就是这根线 它同时还能去控制相机的开机和关机 它用的并不是蓝牙的方式 而是线控的方式 这说明Instagram 301应该是开始开放了一些 对基础的控制协议 这样的话让第三方的厂家 或者是Instagram 301的一些合作的品牌 那么有能力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高度机身化的 机械电子一体化的这种高端的配件 所以这是为什么 包装里面送了一个非常短的C到C的线 这个就是用来控制相机的 那不管你是怎么装 左面还是右面 你都可以去就近的选择一个Type-C接口 把Type-C接口 C到C的线一接 这根线的长度应该是为YX2量身打造的 那么它装在YX2之后 也是完美隐藏的 因为它这根线非常的短 它完美的可以隐匿在整个的拍摄的缝隙里面 当然我个人觉得 如果两侧还都做成直角弯差的方式 可能会更优雅一些 能会比这个方式更优雅一些 但是那样的方式 对于控制YR和YRS的话 就不太合理的 所以做这根线的意义在于 它可以同时在YR YRS和YX2上 同时实现完美的隐形 所以这个在设计上 是有一定的考虑 然后如果你要扩展一些冷靴的话 这个空间 想放一个Rodovirus Go 或者是地听的Pocket Wireless 也是能放得下的 同时也是一个完整隐藏的状态 实际上这根线 所覆盖下的区域 到电池盖这中间的部分 都可以是你隐藏 可以做滑氧的地方 所以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设计 那如果你的相机 不小心装在另外一侧 也没关系 你可以通过这个口 那么也给它接上 这两个口呢 不可以同时使用 只是上面做了一个1分2的设计 你用哪个就用哪个 不用的那一侧 就不要再接任何的设备了 因为本身这个充电宝的 输出功率7.5瓦也不大 它不可能可以同时供 两台相机同时快速回电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测试 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做了 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这个遥控器按键 在正上方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 这个相机的屏幕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要做双侧的设计 正常对于1X2来说 你最好是接在这边 就是在Instagram 300 logo的 这个左侧 左侧 把相机转过来 这样去装 因为这样装的话 你的屏幕和你的遥控 是在同一侧的 所以这也就体现了 为什么在双侧 都设计Type-C的 一个精妙之处了 好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见证奇迹了 就是可以通过线控的方式 可以直接唤醒 相机开机和关机 那它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按住这个键 大家看 按住这个开关键 单击一下 就可以开机 看到吗 轻点一下就可以开机 所以这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 有些欠妥 正常来说 应该是长按开机 长按关机 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我们现在短按就开机 这显然有点 有点不太妥当 但是这一点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去解决 后面我觉得 想改进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 然后再一个是开机之后 这个按键就可以设置为切换模式了 那么正常的模式 咱们快速拍摄的模式 一般有三种 拍照 录像 还有延时 单击 叫standard 就是拍照模式 然后再单击 standard就是拍照模式 单击 视频录制模式 然后timelapse 延时模式 三个模式之间快速切换 这个其实做到了跟GoPro一样的体验 当然我希望这个操弹将来可以定制化 定制化之后可能会更好些 因为Instagram 30相机里面的拍摄模式 现在是越来越丰富了 好 那如果你想拍完了 想关机 你就不需要去按开机键了 你会长按这个按钮 长按这个按钮 长按这里 然后就关机了 看到了吗 这就关机了 所以就完全实现了 杆子和相机是整体一体化设计 中间就是通过这根线 所以这根线既是一个传输控制信号了 同时也是传输电源的 那这个就是杆子设计的那些独到之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它可以通过YR和YR S也可以适配 只不过在这刚刚发布的现阶段 就是2022年的这个时间点 目前还只支撑YR X2 但是YR马上要出那个大版本升级了 那个要兼容4K Boost的那个镜头了 那个固件里面就会把整个的遥控器的适配给它加上 另外YR S很快也要用来一次重大的固件升级了 这个固件升级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音质的大幅提升 以及对于这个充电自拍板的这种兼容和适配 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包括YR X2 这些就但凡INSA 30出一个新配件之后呢 它的固件都会进行相对应的更新的 因为这个是整个的在体件上是一个一体化的设计 所以INSA 30向来做配件 我现在发现越来越上道了 做出来的东西呢 越来越有模有样了 应该说INSA 30或者其他各个厂家 目前对于整个全景相机的理解 觉得越来越深刻的 那我们提的一些要求 现在大家在这个理解层面 总算逐渐的在更多的方面达成一致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推进行业的发展 包括对于推进用户和公众室这个沟通啊 都对其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一方面也反映出INSA 30的这个产品经理们 应该如果下功夫下的挺到位 这也能够感受到INSA 30这个品牌 在今年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给大家聊聊这个自拍杆 可以说通过这个视频 你把这个杆子的所有的细节 基本上都了解到了 那再我们再多说两句 就是这个自拍杆 是不是仅仅能给INSA 30用呢 这个可倒未必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隐形的充电自拍杆的话呢 你完全可以装别的相机 你可以装你的微单 你可以装你的单法 你甚至可以装别的品牌的全机相机 你比如说装李光的SATA X 来SATA X 请出我们的SATA X SATA X装上之后 它也是完美隐藏的 而且呢 SATA X呢 因为它的这个充电口也在侧边 所以呢 直接一个线充过去 也OK 也没问题 甚至可以去定制一些更短的线 去实现它的边拍边充 所以对于别的品牌的全机相机 那么虽然没有那么完美的 去解决适配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只单只是你想用的话呢 那么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行的 只是说 就只有充电的功能 没有控制的功能了 那这就是其他品牌 包括COOGEN 8K SATA X不行 COOGEN 8K也可以 只要充电口在侧边的都可以用 你像后面的整个的大疆的这些相机 Otomo Action Otomo Pocket 通通都可以用 但关于COOGEN X的话呢 最近呢 有一次这个比较大版本的固件升级 这个叫10.1 那这个固件咱们有时间再给大家聊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 千万不要忘了 点赞 转发 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